來這個國中會考一個很重大的訊息的同時 大家也能過來關心一下我們的幼兒教育 那在投票的前兩天我們辦這一個記者會 我們很清楚知道現在已經大概沒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會理會我們的問題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提出我們的具體建議 希望新的總統過幾天就會產生新的總統 新的總統的執政團隊能聽到這些建議 而且具體落實 首先我們要來看一下這三個總統候選人 在他們所發表的政見中關於幼兒教育的部分 其實真的都只有短短數據化而已 那麼一個就是給錢 那麼另一個給個希望但是很空心 再來一個就不清不楚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麼 不管是哪一個給錢還是給希望都沒有抓到重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引用一句話 笨蛋問題在品質 也就是我們現在國內幼兒教育真正的大問題 不是要你給錢不是要你給希望 我們要給一個能看到品質的幼兒教育環境 這才是現在我們年輕的父母 我們的幼兒教界最希望看到的 坐在我旁邊的是我們全教總的 幼兒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顏嘉誠老師 他本身就是一個幼兒教老師 也是一個幼兒園的園長 那接下來我就請他來說明來評論一下 三個總統候選人的幼兒教政策 並提出我們的具體主張 好 那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那我要先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或者是一些文宣的單章上面 能看到的總統證件關於幼兒教育就只有這三項 那我們就依照號次來說明 第一號朱立倫他的證件 他說現階段中央補助對五歲的孩子獨幼兒園有補助 公立免學費私立免學費一萬五 到這邊都正確 不過這裡他還有補了一句話 他說要視未來的經濟發展狀況而定 希望可以延伸到三歲沒有排庫狀況 全部都由國家中央政府去支持幼兒教育補助 針對經濟弱勢提出教育補助 那這個是已經現在在做的一個政策 但是我們發現家長每次到了招生季 他們排隊去擠公幼 去擠名校私幼的狀況還是沒有減低 而且少子化的狀況還是一樣低迷 都完全沒有做都完全沒有改善 所以我們認為補助學費補助生育的這個部分 對家長來講現在的狀況持平就可以了 這個政策已經夠了 未來下一步要再精進 讓少子化的狀況減低 讓幼教品質精進 就是要進入第二階段的一個幼教政策的實施 那第二號的蔡英文他的政策 他說要擴大幼兒托育的公共化 提供價格合理品質有保障的托育服務 才能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那到這邊也是正確 當然他是說 然後他有提到少子化跟幼教的關係 所以他的幕僚相對來講 這個部分有比較用心一點 但是這個蔡英文他還是沒有交代說 所謂的提高幼兒托育的公共化是怎麼提高 因為現在公共化的幼兒園就分兩種 一種是公立幼兒園 一種是非營利幼兒園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非營利幼兒園 他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公有地的取得不易 每個學校以台北市來講 所有的學校都是額滿的狀態 根本就沒有空教室可以讓非營利幼兒園 去申請去設立幼稚園 那第二個問題是在偏向的地方 也沒有公益法人性質的一個團體 能夠去開辦非營利幼兒園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要能夠做的是 要立刻增設這個公立幼兒園的部分 至於3號宋楚瑜他給的就是一個希望 他以後希望全部都是公家的幼兒園 但是現在全台灣的公佑1900多家 然後私佑4700多家 所以我們不曉得宋楚瑜的這個幼校證件 他要怎麼去處理這4700多家的私立幼稚園 所以這個地方是我們的疑問 所以我們今天就提出了四項的幼教建言 第一項是 第一項是我們建議要立刻下修現在幼稚園的一個私生禮 像現在我們台灣的公立幼稚園跟私幼稚園 三到六歲的幼兒一個班級是30個小朋友 那二到三歲的幼兒一個班級是16個小朋友 那這樣的一個班級人數已經太多了 老師只能做到說基本的一個安全的照顧 多餘的服務這樣而已 要進一步做教學做品質的一個課程的話 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建議合理的班級人數應該二到三歲應該要 每班最多只能10個小朋友 然後三到六歲呢 最多一班就只能24個小朋友這樣子 那第二點呢 我們知道私立幼稚園他的私資的流動率很高 那教保人員包括 教保員還有幼教老師 那這部分現在也面臨了很多的狀況 很多這個幼教系幼保系畢業的學生 他們是不選擇當幼稚園老師的 因為薪資太低了工作太累 但是呢政府現在是完全放任市場機制 就是說你雇主給多少錢就多少錢 這個跟我們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們是覺得說這個部分其實是有問題的 如果政府他不去管這一塊的話 未來呢所有的私立幼稚園都是低薪 然後甚至都聘不到合理老師 這個在去年的那個幼教的遊行 其實已經炒過好幾次了 那再來第三點呢 我們是覺得說 應該要確保幼教的公共化 那幼稚園他不是投資心力的事業 不是說今天一個連鎖的老闆 他拿很多錢出來來辦幼稚園 那他就希望他可以回收多少錢 這樣的話幼稚園永遠沒有品質可以講 因為你要賺錢 你就是要讓孩子吃比較不好 你要聘比較低廉的人力 你要看哪裡最聘你就哪裡聘 用約聘的 用派錢的 或者是甚至以後已經換老來教幼稚園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幼稚園他不是一個投資心力的事業 他是教育 那第二個 我們教保人員也不是服務人員 那現在教育部在幼稚園裡面 把教保人員定位為教保服務人員 那我們覺得說這個定位是錯誤的 這個私資定位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你是服務人員 那你要提供最好的服務 你沒辦法針對孩子的問題去跟家長去做一個討論 完全沒辦法去幫助孩子做一個成長 所以我們認為說幼稚園他本身他不是服務 他是教育 就像醫院一樣 醫院也不是一個服務場所 醫院也是提供的醫療服務 這個都是國家的資源 所以他不是一個服務的一個單位 那第四點呢 我們現在幼稚園發現就是說 越來越多的家長他在晚上七點八點才到學校接小孩 那孩子回到家就是洗澡睡覺了 他跟父母之間完全沒有任何一句話的互動 那這樣的狀況其實就造成說親子關係的疏遠 那到了國中到了國小國中之後就變成說他的孩子在外面做了什麼事情他其實根本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認為說要讓未來的社會變得更好更健全 其實就要從幼稚園開始做 就是說政府跟企業應該要拿出你的良心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家長在公司上班做那麼久的工作 結果他完全沒辦法在假日在下班的時間跟孩子有一個相處 那我們就說這一點企業跟政府都應該要做一個呼籲 是不是能夠讓這個家裡有幼兒的家長 或者是即將成家業的這個年輕的工作者 他能夠提早下班 有一個彈性的工作的一個彈性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們四點的一個幼稚建議 謝謝大家 前不久我們才在新聞中看到在彰化鹿港有一家幼兒園 一個年輕的教保員他打了好幾個孩子 當然一時社會整個怕把這位老師 這位教保員怎麼這麼沒有愛心 怎麼可以這樣子虐待兒童 當然虐待兒童絕對是不對的 幼兒教育也絕對不能用這樣子打罵的 可是這樣的事件它僅僅是個案嗎 如果我們長期關注幼教的問題 我們一定可以發現每隔一段期間 這樣子所謂的虐待兒童 幼兒園虐待兒童的新聞事件就會浮出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該回頭想一想 到底給我們的幼教專業人員 是什麼樣的一個工作環境 是什麼樣的一個待遇 一個年輕的教保員 他要帶15個三四歲的孩子 我不曉得他要怎麼撐得過去 然後呢 這個得到的薪資根據我們的調查 其實往往連20K都不到 而且工作的時間又長 因為父母親很晚下班 把幼兒園當作是一個服務業 所以我的孩子要躲晚間 你就要幫我想辦法照顧他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怎麼可能期待我們的孩子 能夠得到一個有品質的幼兒教育呢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告訴三位總統候選人 其中一個一定是接下來我們的新總統 不管是哪一位當總統 我們鄭重的告訴他 笨蛋 問題在品質 不是補錢 不是給一個空的希望 而是你拿出具體的方式 來確保我們的幼教品質 我們提出了四個很具體的建議 第一個 降低幼兒園的班級人數 第二個 要確保我們幼教專業人員的薪資 至少要到三萬 三萬絕對是一個剛剛好的數字 甚至其實還嫌低 再來 我們要確保我們幼教人員的專業地位 我們不管是幼教師還是教保員 他們都是專業人員 請用專業人員的眼光 去和他們溝通 而不是用一種 我花錢 我是大爺 所以你就要替我服務的心態 建立專業尊嚴的一個 幼教工作地位以後 我們才有辦法 能夠留住好的幼教人才 最後一點 也是我們整個國家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長工時低薪 造成我們的父母跟孩子的疏離 也讓我們的孩子留在幼兒園的時間 越來越長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 不管是幼兒教育 學校教育 他絕對是需要家庭教育來配合的 所以如果父母親沒有在家裡 好好地跟孩子相處 那麼孩子在幼兒園的浮躁不安 絕對會顯現出一種不適應的行為 讓老師更難地去照顧他 這個是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 但也是我們少子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真節點所在 所以我們希望新總統 你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 能夠具體地做到這幾點 讓我們的幼教品質確實提升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一個主張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開放現場的各位朋友發問 所以這個數字都是公立幼兒園的數字嗎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22K 或者說每一個男士帶的腳 都是以公立為理 這個第一點 班級人數這個部分是誘照法規定 不管公立私立都是2到3歲1比8 3到6歲1比15 對 那私立有一個彈性 他不要超過就好了 但是因為公立他供不應求 所以公立幾乎都是收到滿 就是每班兩個老師都要收到30個小朋友 對 那22K這個 20K這個部分是 我們 我們之前去年也有開過一個 第一星的一個記者會 那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幾乎都是 就都是這個價錢 公司 不是 公立的有公立的保障 他公立的大概就是41,000起跳 阿教堡也是34,000 因為是這個狀況 所以造成說 很多私立幼稚園的老師 他其實會流動率很高 所以我們這邊有特別提到說 私立幼稚園的流動率太高了 私事流動率太高了 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那如果需要私底下來訪問的 就請不用客氣 謝謝大家 謝謝